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这么一种混乱的现象 一些管理地区的大臣们开始不安分起来 他们看自己手上有这么多厉害的士兵 心想完全可以自己当大王呀 于是他们再也不听皇上的指挥 自己带着军队到处破坏 百姓们又没有好日子过了 就像杜牧在诗里写的一样 盘连两合间 进蒙中不迷 皇上看情况不对 马上派出军队去攻打这些不听话的大臣 可没想到 带兵打仗的将领实在是太弱了 士兵们在他们的带领下 一下子就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哭着喊爸爸喊妈妈 年轻七生的杜牧 看到这些将领这么不争气 于是生气地批评道 取之难踢天 失之亦反掌 意思是说 你们这些将领太差劲了 如果要靠你们打败敌人 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可敌人要打败你们 却像翻一下手掌这么容易 杜牧看着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苦 带兵打仗的将领又这么不给力 心里是又担忧又焦急 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位将士 而且他坚信自己走上战场后 一定能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 于是他大声高喊 关西贱男子 是肉卤背羹 来表达自己满腔的热血 除了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 杜牧也喜欢在诗里写下自己对历史的思考 而这番思考的背后 恰恰也体现了他热血爽朗的性格 比如他在永史诗提污江亭里写道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这首诗啊 讲的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事 秦朝末年 项羽和刘邦两个人正是要做皇上 可最后项羽打仗打输了 只好逃到了乌江亭这个地方 项羽想着自己打了败仗 哪还有面子回江东见自己家乡的人呢 他感到十分的惭愧 于是自己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很多人都被项羽这种宁愿自己牺牲 也不愿意屈服的英雄气概给感动了 而相反 杜牧偏偏不这样想 他觉得项羽的做法太不像一个男子汉了 于是狠狠地把项羽批评了一顿 项羽啊项羽 你太冲动了 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 你看 江东明明有这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 你回去之后 完全可以再拉起一支军队 和刘邦再打一仗 那时候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不管是在抒发对国家的担忧 还是在表达独特的想法 杜牧的诗里 总有着一股年轻不服输的热血精神 感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杜牧好像永远都是这么一位热血激情的年轻才俊 相信他也给小朋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下一期节目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杜牧的另外一首诗歌 这首诗里又会有杜牧怎样的思考呢 我们下期再见啦